从小对老婆图谋不鬼的姨父 竟在我面前朝老婆伸出闲珠手 被我阻止后 又嘚瑟自己花三百万买了个宝贝商铺 却不知那个商铺的卖家正是我 咋的 见着姨父也不打声招呼 生疏了 谭凤林一三眼睛 在唐仲威身上上下打量 眼里透射出令人浑身不舒服的味道 唐仲威拉着叶峰想绕开她 却再次被挡住了去路 哟 这是小叶吧 怎么 不记得姨父了 你们刚结婚的时候 我还去喝过喜酒呢 叶峰对谭凤林的印象并不深 只知道这是小姨宋雨昕的前夫 后来因为出轨的事情离婚了 虽然觉得谭凤林眼神令人不爽 但她还是客气的道 我知道 这么巧你也来银行办事 谭凤林呵呵笑起来 晃了晃手里的合同 买了套商铺 一会和卖家签合同 对了 你们俩是不是还住在原来那套房子里 嗯 小叶啊 这可就不怪姨父说你了 都这么多年了 咋还能住那呢 你看姨父 去年刚在雍宁区 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的大户型 光光修就花了五六十万 对了 你们听说北区要建迪士尼乐园了吧 那边有个小区 现在房价跟作火见识的快要上天了 我一看这是比好买卖啊 就赶紧找人买了套商铺 也不贵三四百万 这话让叶峰下意识地想到 这家伙该不会就是要买自己那商铺的买家吧 我们走吧 还有事要办呢 急什么啊 谭凤林从钱包里掏出一千块钱 这么久不见面 就当是姨夫给你的零花钱 拿着 说着 他就要去拉唐仲威的事 叶峰立刻伸手捏住谭凤林的胳膊 不用了 我们不缺钱花 这说的什么话 你一个连房子都买不起的小年轻 能赚几个钱啊 长辈给的心意 咋能不要呢 来来来 别客气 以后有需要用钱的地方 尽管找姨夫 叶峰脸色沉了下来 手指用力地把谭凤林的胳膊甩开 我说了 不需要 谭凤林也有些不高兴了 一脸恼怒的道 不要你的脏钱 你走开 谭凤林顿时一脸愤怒 指着唐仲威骂道 你XX多谁的钱脏呢 给脸不要脸是吧 如果不是看你长得好看 真以为我爱心泛滥 叶峰终于有点反应过来谭凤林刚才的用意了 脸色一冷 直接推开谭凤林 滚开 别对我老婆指指点点的 见到红金的土包子敢这么跟自己叫嚣 谭凤林顿时骂道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你再推我一下试试看 另一边的唐景松也看到了这边的热闹 他不喜欢谭凤林 但是看到叶峰被骂 犹豫了会 他还是选择不过来帮忙 看在以前的亲戚份上 立刻滚蛋 不然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哟 猪鼻子插打中 装什么像 你来动我一下试试 看我不整死你 叶峰抓住谭凤林 正要给他来一拳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看到小张 谭凤林用力拨开了叶峰的手 吞了声 张先生 没啥事 这小子不懂礼貌 我正准备教训他呢 小张听得腿都软了 教训叶峰 要知道这两天 公司里可是传遍了 叶先生在某些事情上 权力比哥总还要大 本来能帮着叶先生 代售好商铺 到时候回去升值奖金 肯定少不了 现在 他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这是你不用管 我个人的私事 话刚说完 他就感觉身上 传来一股巨大力道 被推得差点摔在地上 你 换什么东西 也敢跟叶先生嚷嚷 活腻外了是不是 杀 谭凤林惊恶不已的 看着满脸怒意的小张 有些反应不过来 小张一把 将他手里的合同夺了过来 滚吧 商铺不卖给你了 什么东西 真把自己当个人了 谭凤林更加惊愕 叶先生 谁是叶先生 但眼看着 上百万的利润要飞走了 谭凤林哪里 还能进得下心想问题 他慌不迭地对小张道 张先生 怎么了 我 他是我晚辈 我们俩 你算什么长辈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已经和小姨离婚很多年了 小张一听 当即冲谭凤林呵斥道 赶紧滚 别再这废话 被当众这样训斥 谭凤林哪里下得了台 他咬着牙 就算商铺买不成 起码得弄清楚 到底为什么吧 张先生 他不就是个土包子吗 何德何能让您这样对他 再说了 我买商铺 您也可以获得不少用金 干嘛 话音未落 叶峰已经把小张手里的合同 拿了过来撕个粉碎 你 你什么你 商铺是叶先生的 他有权利决定卖不卖 谭凤林听的脑子轰隆一下 商铺是叶峰的 来之前 小张可是清清楚楚说过 商铺的拥有者是葛清泉的好朋友 甚至北区那几块地的建设规划 也都是这位搞的 据说连葛总都不敢得罪他 谭凤林看了看叶峰 又看向小张 瞠目结舌地问 他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 你以为呢 小张不屑地道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有眼光的人 没想到眼睛瞎成这样 连叶先生都敢得罪 恐怕你是不想在这混了 想到得罪葛清泉的下场 谭凤林两条腿都在发软 冷汗直冒 他再次看向叶峰 然后又看了眼唐仲威 看什么 谭凤林吓得一哆嗦 连忙把视线移回来 脸上挤出勉强又巴结的笑容 那什么 外甥女婿 谁是你外甥女婿 你算老几 最近受老唐家的委屈已经够多了 这些旁门的亲戚叶峰 现在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对对对 我不算老几 谭凤林慌不迭地点头 都是我的错 我说话做事不着调 我道歉 以后卖商铺把人调查清楚 别什么上不了台面的玩意 都往我这里 浪费我的时间很好玩嘛 小张吓得冷汗直冒 这件事要是传回去 就算葛青全部找他麻烦 业务部总监也会当场开了他 叶先生 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啊 我和他一点也不熟 就想着赶紧帮您把商铺卖了 我 叶峰不耐烦地冲小张白白手 行了 走吧 我还有别的事情办 好好好 我这就走 小张直接拽着还想说什么的谭凤林往外走 到了银行门口 小张便咬牙切实地将谭凤林一脚踹倒 你个混蛋玩意 是想害死我吗 你给我等着 以后我们万顺地产的房子 你一套也别想买 还有 以后见到叶先生 你最好给我绕开一百里地 不然的话 我就告诉葛总 到时候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谭凤林满心苦涩 无话可说 他现在比小张还要慌 银行里 看到谭凤林被人拉走 唐景松满脸诧异 这才刚吵几句 怎么就走了 以谭凤林的性格 这家伙应该会死缠烂打得没完才对啊 虽然心中有疑惑 但他还是做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摩基什么在哪 不知道别人的时间很宝贵吗 以为都像你们一样 天天不干正事 唐仲薇低声想解释两句 刚才那个人 唐景松哼了声 侧过脸去 唐仲薇见状 面色黯然 不再说话 没多久 办完老房子的银行贷款 购房人高高兴兴地拿着合同离开了 唐景松没有和女儿告别的兴趣 就要离去 结果刚走两步 就感觉心脏猛的一抽 顿时疼得浑身冒汗